京都,日本千年的古都 有着历史悠久的名胜古迹 每年都吸引着大批观光客前来造访 但拥有千年历史运死的京都 过往当地也曾发生过多起治安事件 而位于京都福建区中的石田站周遭 当地治安更是曾被饱受议论 到底这片地区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 过往又有些什么样的故事 今天将跟着马自一走入京都石田站街区内部 一探当地人们的生活样貌 大家好,我是马自一 那马自一今天又来到生日本系列 今天探访的都市就是京都市 京都在大家的印象当中 自古以来一直都是日本千年的古都 从以前到现在 它也是一个工商业 还有旅游观光非常蓬勃发展的一个城市 但是根据日本网友的调查 住在京都是一回事 来京都旅游观光又是另外一回事 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呢? 所以今天这部影片 马自一就要带大家在京都市去稍微走走看看 顺便探讨一下日本社会治安的一些问题 京都是一个古色古香的都市 不过京都的反面其实也有一些暗黑的故事 而这些故事通常又跟日本过去的历史 还有留下来的同核问题有关系 而今天这部影片是要探讨京都市的治安犯罪律 今天马自一来到的地方是京都市的Fushimiku 市营地铁东西县里面其中一站叫做石田站 这个石田站也是福建陶山城后山的地方 所以当地基本上都没有什么任何观光客 今天来到这个石田站其实也是我第一次来 刚从这个地铁出来的时候 看一下周边的环境都没有什么太多的店 反而有很多的大型住宅 比如说像日本的这些公营住宅还有市营住宅跟团地 这一整片都是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周遭的外观 就是这边这边这边都是 有点像是那种宿舍的外观 为什么这里会这么多的这些住宅呢 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说明这边过去的一些历史 那石田这一站呢 其实如果大家到网路上搜寻 大家就讲京都石田治安 会出现很多的一些过去犯罪的新闻 或者是曾经有一些自杀的案件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听说京都这个石田这块周遭呢 它的租金相对的比较便宜一点 当然这个只是网路的说法 如果有人有实际住在这里的话 也可以分享一下这边居住的感觉是怎么样 还有当地的自然到底又是如何 当然马自尼没有说这个地方是自然非常差 自然非常不好 我只是根据日本这个网路的调查 还有京都附近它提供出来的资料 然后会整跟大家稍微做一个分享而已 那这些资料呢根据不同的机构出来 当然出来的结果也不太一样 所以今天马自尼这些影片呢 就是大家做个参考就可以了 如果有人要来京都住 或者是想在京都买房子什么什么 就是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参考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附近到底是怎么样的感觉 其实它这里就像一个小社区的感觉 虽然建筑物非常的密集 然后每一户都是这样子相连着 不过它这里那种花花草草绿花还蛮多的 中间还有一个小小的道路 但是它两旁呢都是一些草 右边那边有一条河 我看当地人蛮多在这条道路上行走 但其实像团地这个部阱 人并不会很少 因为这里住很多的人 所以周遭其实在一些巷弄间走来走去的时候 都可以看到一些当地的住户 下面这边清澈的河水 这条就是山客串 上一集我到京都的六地帐的时候呢 也有拍这个山客串给大家看 我们下去稍微看一下这个河水 真的很清澈 这就是山客串的河水 哇 好冰好凉 真的相当的清澈 我看也有人在那边钓鱼 这里还有这些这种石头 可以通到对面去 旁边这里还有一个石头 感觉是可以站在这边观景 这里真的蛮宁静的蛮漂亮的 它就可以站在一个石头 好像在河川的这个中间这种感觉 听着这种清澈的流水色 吹着这个微微的凉风 蛮惬意的 在日本犯罪通常分为五种 第一种就是凶恶犯 譬如说像是强盗杀人放火强制性交 再来就是粗暴犯 像是暴力啊伤害 然后窃盗犯 偷东西 资能犯 譬如说像是炸旗啊 盗铃 违造等等 最后一个就是风俗犯 像是独博啊 或是猥胁 等等的一些社会犯罪 根据京都府警所提供出来的资料来看 京都市它一年的犯罪案件 大约18000多件 快9000 相比其他的四村丁 平均一年大概只有4000件左右 所以是足足多了一倍 而由京都府警排行犯罪率调查 由低到高呢 分别是京都的北区 上京区 宇治区 山科区 南区 左京区 右京区 中京区 下京区 他们把这一清天来到的福建区 就我实际上网去查 看看日本人他们自己的观感 还有想法是怎么样 就是说 很多的日本网友 他们就认为说 京都市里面的犯罪率 其实有一半都是来自Fushimiku 而Mazi刚刚来的那个四田车站 周到的附近 其实过去也有曾经发生一些杀人 或者是一些 自杀的案件 特别是网友有说到 就是在夜晚的时候 靠近这里的向导地区 还有梯湖地区 晚上有些人 曾经有遇过一些跟踪狂 或者一些暴力团 过去也有曾经发生 当地有中小学的学生 被警察发现身上有带大马 所以呢 这个地区 那种第一年凌晨的犯罪 比其他地方还要来得高一点 其实不管是要租房 或者是搬家买房 我觉得在一个地方 特别做功课 这是一定要的事情 先不说 治安还是怎么样 就是 日本人他们自己在租房 换地区的时候 因为日本很大嘛 你不可能只住在关东 你也不可能只住在北海道 只住在关西 有时候因为工作的关系 会到处的迁移 所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就连他们 虽然是已经 在日本土生土长 对于当地的一些 地理风情 还有一些过去的一些 治安 或是一些故事 他们也是会 非常在意 去谨慎的 去 选择这个地点 在日本的网路上 你只要打坐 某某地区治安 然后 死米呀 死沙 就是这个地方 住的那种感觉好不好 其实会出现 非常多的一些资料 所以呢 我觉得选择地点呢 宁愿多花一点心思 或者是去请教一些 比较懂的人 如果当然你 不在意的话 那是没有关系 不过日本的普遍 他们都是蛮在意的 先不说治安 特别是 一个地区 这个过去是 怎么样的一个感觉 还有 当地住的这个 外国人 或者和 本国人的比例是多少 他们也会去 比如说他们会 很明显知道说 哪一站 就是 韩国人住的地方 哪一站 就是 比如说中国人 亚洲人 华人 比较多一点的地方 或是哪一站 就是东南亚人 比较多一点的地方 这个他们都非常清楚 所以网路上也有很多资料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 上网自己稍微 查询一下 这后面也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学校 感觉外公看起来像一个学校 刚看那个是一个学校 磁田小学校 我走到这边 差不多已经走到 快靠近堤湖 这里附近就 几间餐厅 还有一些 小小的咖啡屋 这附近是不是钓鱼还不错 我刚看好多人拿着那个钓鱼的 器具 然后 也不知道去哪里钓 对面那边有一间 很大间的葬寿司 哇 大家都开车来 这里的地感觉蛮大的 不管任何一间店 他的那个 占地面积都非常的广 像刚刚那个 酷辣寿司的这 然后后面那个 711 它也是非常大的一间 这样 那刚刚有说 京都市里面 犯罪率最高的 就是 Fushimiku 再来就是 夏津区 夏津区的话 就是京都市里面最繁荣 最热闹的地方 四条 和园丁 京都塔 都在那个地方 那边犯罪率 为什么会是第2名呢 其实因为是他们有时候会有一些脚踏车偷窃的案件 然后晚上可能有些人喝酒啊 会有一些暴力的事情发生 再来就是马自一之前有去过京都东侧的一个地方叫做崇仁地区 那边的话就是过往 市里面住宅 曾经有发生过一些 自杀或是 他杀的案件 那为什么这么热闹繁华的夏津区 会被列入京都市 犯罪率第2高的区域呢 其实这个也很好理解 虽然一个地方非常的繁荣繁华 但也不代表他当地的 治安跟犯罪率 就是非常的好 我们就不说京都 我们来说大阪 大阪市里面 治安最差的一个地区 不知道大家听一想会怎么样的感觉 跟大家说不是西城 大阪市治安最 不好的一个地方 就是中央区 而中央区这个地方是有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呢 新栽桥 盗敦窟 南波 黑门市场 都在这个地方 中央区也是马自一现在住 这个地方 所以我可以很直接 主观感觉 跟大家评论一下 为什么这么闹剧的地方 犯罪率会高 重点很大的原因就是 他们当地 夜晚有很多 喝酒的场所 还有一些牛郎店啊 或者是一些 比较年轻人啊 在晚上 就像歌舞鸡丁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地方 晚上打架闹事 一定会发生 大家喝酒嘛 有时候 血气方刚 意见不合的时候 就可能就会 互相这样起口角啊 KTV啊这种 常常会发生 所以 这样子累积下来 其实犯罪率呢 会稍微的 比较高一点 热闹繁华的地方 不一定他的 犯罪率就相对低了 反而还可能比别的地方 还要来得高 像 盗顿窟旁边那个 所谓梦酒 晚上全部 一条都是 喝酒的地方 风俗街 相对那个地方 也会有一些 黑道在把持 有时候就会发生 一些犯罪的事情 所以在一个热闹繁华 人流舵的地方 他的犯罪率会相对 的比较高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如果在一个 非常宁静 然后都没有什么 人的地方 他的犯罪率还高的话 这可能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刚一路走过来 这边大家也看到 后面有很多的一些 市营住宅 还有一些 团地 其实在日本要申请这些 市营住宅跟共营住宅 是需要有一定的社会条件 才可以去申请入住 而京都里面 市营住宅跟共营住宅 最多的地区 就是西京区 跟山科区 还有福建区 我刚一路走来 我就看到后面那边 有一座山 好眼神 然后我就打开 地图看 原来那个就是我上次来到 京都福建区 这边的大岩神社 就是当地的一间 废社 然后我想说 那个 茂木丛林 这种感觉 好像在哪里 似曾相似 原来这个地方 离我上次去的那个大岩神社 就在旁边而已 这后面好像有人在 送那个倒税 哇 已经长得蛮高的 其实这边地方的交通 往京都市中心 大概20分钟 相当的快 但是往大阪方向 他却要到 反方向的 6D上站 换车 换JR 奈良线 往京阪宇治线的方向 也是需要在 走一小段的路 所以整体而言来讲 其实 这边 附近的一些交通 我觉得并不是这么的方便 虽然我没有住过 就是市营住宅 或是这种团地 我也不知道 实际 在这边住下来的那种 感觉是怎么样 还有跟邻居之间的那些 互动交流是怎么样 不过我觉得某种程度上 也不像台湾现在最新的那种社会主宅 就是 你的这些街棚好友 还有一些邻居 其实常常都 会在这个 四朝五朝 见到面 平常可能 就一些阿嬷在打扫 我刚看 还有一些小孩在那边交流 所以 邻居彼此之间 可能 都会有点多少 熟视的感觉 这是我 自己的感觉 那为什么会 就是 治安事件 还有一些犯罪率 升高 会有 可能是因为 就是人过于的 密集 或者是 有一些情感上的一些问题 或是金钱上的一些问题 可能会延伸出 一些 有人可能会动了杀戒 一些比较这种 雾面 不好的想法 石田和醍湖这边附近的周遭 其实是夹着三棵川和小利西 附近的一个团地 过去日本在1970年 1980年的时候 这里就建设非常多的公营住宅 还有福营住宅 跟公团住宅 当时其实会建立这么多的公宅 就是为了要提供给京都市 他们当地的一些贫困阶层 还有一些劳动人口所居住 据说90年代的时候 这边都还没有地铁 如果要到京都市中心的话 必须还要乘坐巴士 像他们的团地啊 有些一楼也会有一些 小店 比如说 卖一些咖啡啊 或者是 卖一些 简单的一些生活用品 不过我看 好像 都 关门了 这里有一个 小利西北团地的招租广告 他有租店铺跟 还有住宅 店铺的话是 45平方米 11万左右 住宅的话 蛮大的 56平方米 ELDK 大概是4万8 里面就有一个当地的超市 应该是可以住在这里附近的人 买一些日常用品 我看也蛮大的 整个建筑外观大概是这样的感觉 看起来确实是有点年份 不过他下面的一些还有美容院 整骨院都有 有点像一个小社区的感觉 就是住在一个地方然后当地呀 一些吃的 买的东西 还有包括娱乐 减法这些设施 应有尽有 不过说真的 就是日本这种团地跟私营住宅共营住宅 年轻人不太会住 通常都是 比较高龄者 譬如说 他们可能拿退休金 然后 去住一个比较便宜一点的地方 然后这样子养老 或者是 子女 就 离开了他自己的身边 然后 自己可能就在一个地方这样子生活 所以 他们的要求可能 不需要租金这么高 就是能住的一个地方 然后附近 周遭大概机能可以好一点 地方的话就OK了 我现在来到他们团地里面 一个建筑物 旁边有贴一个布告 我来看一下他们都贴一些什么东西 大致上都是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大小事 比如说 回收一些东西是 几月几号啊 还有一些 如果发生 地震的话 要去哪里避难 之类的这些消息 旁边这里还有一个 类似 一个表 每个房间好像 可以清扫的样子 这个是 谁来填的 这不清楚 其实有点像是公寓 但是 构造又不完全是 如果 有机会的话 可以 给大家看一下 他们这种单机 他们走廊是怎么样 马自宜现在到的这个地方叫做 小丽兮兮团地 这里是过去1970年代的时候 当时建造起大型的古老团地 根据网络上的资讯来说 这里2013年到2016年间 有发生极其社会事件 不过这里也是 京都市 屈指可树 宜华日桥的居住地 这就是跟日本过去和中国的历史有点关系 它就是像这样子很大的一块地区 然后有非常多的 住宅 平均移动住宅大约是 五六五层楼左右高 我刚好稍微观察一下他们这边 住宅的形式 还有他们的外貌 就是有很多的住宅他外面都会 放那种很大的那种天线 那这种天线其实最重要是 他要接收到 海外的一些电视的讯号 另外就是他们的 这种房型 可能就是在走廊旁边 有点像是大家有没有看过 日剧 他那个门旁边就有一个窗户 然后那个窗户是直接可以看到你房间里面的样子 所以等于说你在房间里面 如果你 即便 把门关起来好了 窗帘拉起来好了 晚上还是有可能 有人走动的话 你在窗户那边是可以看到一个 人影这样子过去的 他们每一栋上面都会有一个号码 就是说这是写28 然后那边是 29 30 31 日本在1978年的时候 当时跟中国签订了一个 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而当时的宜华日桥 归国的计划呢 也正式的启动 直到90年代 当时还有一些战后孤儿 他们回到日本的时候 他们就被 优先安排 租进这个 小利息公宅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马斯基刚刚说这边的过去一些历史 跟宜华日桥很有关系 还有刚一路走过来 其实也有看到很多 中国的一些餐馆 宜华日桥又称作日本遗孤或宜华日本人 主要是指1945年日本投降中国集体遣返日本侨服后 遗留在中国大陆的日本侨民 他们主要是1945年日本关东军在撤退和遣返期间 日本国民和日裔满猛开拓的移民 据统计中国民众在战后收养的日本遗孤有4000余人 他们大部分生活在中国的东北和内蒙古地区 而这些人多移融入当地的生活和家庭 1972年日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后 包括日本遗孤在内的遗留者大部分返回日本生活 并取得日本国籍 其实小利息这个地方呢 也是日本过往战国时代 明智光修它市区的一个地方 而这边也是临近的大岩山嘛 其实这个大岩山啊 它里面也掺杂了非常多的一些工业用的废弃物 所以如果这里长久以来那些废弃物都没有清楚的话 经过这种大雨 很有可能会发生 像之前热海伊豆山大规模的土石流危险 看新闻说京都市政府好像也有跟那边 山上当地的土地业者 说要赶紧清理那个当地的一些废弃物 不然真的如果常年经过这场下雨 或者是 比较严重的台风 很有可能 真的会发生那种大规模的土石流 这里的话 地区就会变得比较危险一点 其实刚一路走过来 就是 看一下当地的居民 好像都是 比较偏年长者的居度 因为听说小利息这里呢 有三间小学校 跟一间中学校 但是因为近年来少值高龄华的关系 所以好像在未来今年呢 这个小学校跟中学校他们就要合并了 现在来到当地另外一个市营住宅 这个叫做大寿市营住宅 这个大寿市营住宅 跟我们刚去的小利息团地呢 其实都是历史相当的悠久 他们都是大概在1972年的时候 所建立出来的大型住宅区 把我进去里面看一下 这个住宅的样貌是怎么样的感觉 真的蛮大的 这样子 一片 然后到那边底 都还是 这边往前通过去呢 还有 大概三排左右 每一排就是大概这样子 非常 多的这种 住宅地区 这个大寿住宅 全部的户数 总共有1100户 所以真的 相当多人 大家想一户呢 大概住 三到四个人 这里 住宅区 大概就有四五千人左右 当然刚有说这里的 这个住宅是1972年的时候盖的嘛 所以至今换算也差不多有五十年左右的时间 我觉得他们这边还蛮方便的 他们有一个可以自己停脚踏车 然后也可以停摩托车的地方 或是一般那种 盲雄的话 可能就 没有这么宽敞的空间 其实像这种超过五十年的 市营住宅 公营住宅团地 在大阪市内 几乎已经看不见了 因为超过五十年的呢 基本上全部都已经重新翻新 不然就是改建了 但现在在目前京都呢 也是还残留着一些 我想这跟京都他财政负债 可能多少也是有一点关系 还有一些老宅呢 他们没有办法顺利的进行都更 前面这栋也是 大一片 门下面都有一个 很像中庭 可以停 脚踏车啊 或是挤车 因为我也没有真的实际住过像这种团地 所以能给大家的一些经验分享也不多 如果有住过的话 也可以留言分享 告诉小马之一 就是 整个生活感觉啊 还有居住那种 味道是怎么样 这种团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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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好高啊 虽然它的外观有点老旧 不过实际我刚刚看里面还是有电梯的 像这种建筑样式呢 现在盖房子可能 也不会采用的 对 算是一个 过往时代的眼泪 到整个房屋都 老朽的话 还是会面临 差遣 或者是重新 打造的一个局面 最后马之一觉得 就是一个地方的 自然好与不好 真的还是要 实际住过那个地方 或者是去当地走走看看 才会真的了解 因为每个人 对于当地的自然 的那种认知 真的也不太一样 有些人可能 觉得 晚上 会有一些吵杂声 这样就是自然不好 那有些人是 想说这个 街上很容易发生一些 斗殴 或者是一些暴力事件 或者是一些强盗事件 这个就是自然不好 所以真的每个人对于自然好与不好的那个 定义都是不一样 虽然是 福建区 是进步式里面 犯罪率最高的地方 但是福建区也很大 所以 在某一个区域里面的 各个地方 也是 不同的感觉 那马之一今天 实际来到 这一站 走访一天 这样下来的感觉 我觉得这里好像 也没有特别感觉 是一个非常危险 或是自然不好的地方 就路上的人 流是蛮多的 因为他们住宅 地非常的密集 所以大家都会 出来稍微 走路啊 散步啊 或者是 骑车啊 钓鱼之类的感觉 不过这附近 确实 机能 比较不好一点 电也比较少一点 但是过去 为什么会发生 这么多的一些 社会的案件呢 这个我真的 也不清楚 因为 我看到的资料 就是这样子 还有一些人 过去曾经在这边 居住的 关系 我在想也有可能是 这边 团地太多的关系 就人太多了 然后平常 又这样子密集的交流 有时候就会 发生一些事情 那最后如果你过去也是 曾经居住在日本 不管是哪一个地区 你有什么特别的经历 或是有看过 居住的地方 附近曾经有什么样的 一些社会案件 也会你留言分享 告诉马智莉 因为马智莉觉得还是 一个地方真的要居住 网络的资料 可以当做一个参考 不过实际上 当地的自然 到底是怎么样 还有居住起来的环境 对你自己本身的感觉是怎么样 我觉得还是要多听一些 可能在当地有居住过的人 或是一些其他的奉品 综合起来 你实际 再到当地走一遍 你比较会知道那种感觉 到底是不是 你想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